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比零战胜英格兰 16强也全部出炉 有10队来自欧洲 4队来自南美洲 而北美洲和亚洲各有一队晋级 亚洲唯一进入16强的日本 将在7月3日对上强敌比利时 16强的第一场比赛 将在明天晚上10点 由法国队上阿根廷 天气炎热 动物们也要想办法消暑 高雄一个农场 推出河马喂食秀 动物明星豆豆跟美美 正大口大口的啃咬西瓜 咬碎的过程令人觉得非常疗愈 还记得因为体臭 而使飞机迫降的男子吗 原来这名乘客 是俄罗斯的音乐人 淑琪琳 由于在飞机上 被其他旅客抱怨 身体有很重的臭味 飞机迫降后 就被送往医院 但后来发现 苏其林生病导致主持坏死 数日后住进重症病房 坏死情况扩散至全身器官 以至于器官衰竭身亡 苏其林的脸书上 还留着先前看到 飞机迫降新闻时的感叹 这故事悲伤和滑稽的地方在于 我得了一种会让人很臭的病 美国总统川普与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一同参加富士康 威斯康新州面板厂的动土典礼 川普在支持中特别感谢郭台铭 并称他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商人之一 郭台铭也力挺川普 更表示要把工作搬回美国 威斯康新州面板厂的新建 将为美国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未来美国经济成长率将可能突破5% 印尼巴厘岛阿贡火山再度喷发 火山喷发所产生的火山灰 可能造成机场跑道打滑 或飞机引擎运作不良 为了飞行安全 紧急关闭国际机场16小时 造成48航班停飞 超过8000名旅客受到影响 观光局则表示 在巴厘岛的台湾旅客都很平安